开除他也是为了他好 各怀信机家族内部暗流涌斗 公司的账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明秘说明天开一个内部会议 我这个副总经理说的一切都是放屁是吗 利益纠缠情感不再纯粹 我们可以合作 你给我记住不会再有机会伤害到我 董事长以后我就只听您的 你有钱吗 原来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 普法栏目剧十集迷你剧集 绣豆花第五集正在播出 一只婚书 婚书 牵出陈锋的秘密 将来这个红盖头是你立身保命的东西 它就是婚书上写的宗兰秀 它怎么回来了 一块红布揭开人心面具 野种就是野种 永远也变不成凤凰 我死都不要当人家爱情的第三者 谁是第三者 我女儿是凤凰 是凤凰不是第三者 爱恨情仇 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吗 谎言争斗 你究竟是我才王 两代人的恩怨 是阴谋 还是命运的捉弄 什么人都在利用我 我要宣布一个伤风败俗 悖逆人伦的惊天秘密 古法栏目剧十集迷你剧集 绣豆花 你不觉得他某个神态很像你大哥 你即便是把红盖头抢走了 这个秘密仍然长在我这里 除非我死了 谷玉耀 他跟我提到了梅灵阵 顾顶房把我们的秘密都告诉他了 你究竟知道什么 把揭开我 上次寄 不得的 救我 救我 你还有水晶 还有我 我们都会保护你的啊 找不到红盖头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嫂子 她一定有什么秘密捏在了古妖的手里 顾其方 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从今天起 公司的财务报表 可以直接交给邓总监 不需要经过顾总经理的同意了 请进 邓总监 顾总 您好 邓总监好 请进行 邓总监 顾总 请您签个字 邓总监刚走马上任 就对公司的财务系统 进行了升级 辛苦了 您可别这么说 您还是叫我西梅吧 西梅那是私下里叫的 在公司邓总监 就是邓总监 二叔 倒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去忙吧 您来了 我给老顾熬了点生汤 齐芳 我妹妹不过是休了两个月的产假 你大嫂就把邓西梅给弄过来 做财务总监了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给他儿子正式接班做准备本 一点点地盘剥掉我手里的权利 我在公司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 是那么容易就能被赶走的吗 你到顾水晶公司上班了 我 Growing I qqqcco 这人不是个负责任的人 所以她说我能拥 privilege 更会如果 Beat 你不要赶紧 但是吴魁 谢谢你 请你让开 让开 让开 这是怎么了 给霜打了茄子似的 爸 我没事 我没事 又找邓夕梅去了吧 爸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从中学开始 只要你又洗澡又换衣服 肯定是去找邓夕梅 啥小子 不是老爸打击你啊 你们俩是根本不可能 爸 你什么意思 邓夕梅和顾水清分分合合 多少次了 现在还不在一块儿吗 这个夕梅就是顾家内定的儿媳妇 我还不在一块儿 懂了吧 反正我就喜欢盗西梅 你说什么 我说给你倒酒 倒酒 请ими ökalu美 Thorac 你把财务部的几个老员工都调到分公司去嘛 这不明摆着 要拔除你在集团的根脉 前门巨狼 火门防火 想动我 他们母子俩 怕是还没这个本事吧 莱绣啊 要不我在我们酒店 给你安排个工作吧 这样你也就用不着 在外面卖豆花 风吹日晒的了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我在二泉市 只是临时落个脚 等我妈过完头七 我就回五城去 对了 我上次过来看你啊 实在是太匆忙了 有好多话呢 都没来得及说完 那个梅林桥 梅林桥 我妈的确和我提过 她说 好像有什么大事 在那发生 不过具体什么事 她没告诉我 那红盖头呢 二叔 二叔 我一会儿还要出门做生意 就先不留您了 我妈的确和我 这个方案我上个月就下达了 为什么还不实施 顾总 这套方案没有总经理的亲自指示 下面是不会执行的 没有顾齐方总经理的指示 我这个副总经理说的一切都是放屁是吗 你吓吓气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出去 这些都是真的 是 邓总监七号转走了八万 十一号转走了十二万 十五号又转走了十万 一共是三十万 全部转到了一个食品监控公司 去查这个公司的法人 和邓总是亲近关系 干得不错 你继续在财务部给我盯着他 他要干什么先别拦着 好的 去吧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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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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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你病了 好 就这样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董事长 按照您的要求 我已经把邓总监挪用那三十万的证据 交给顾总经理了 好 干得很好 你先下去吧 好的 董事长 邓心梅啊 你这才几天就伪造签字 私团公司的三十万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不过 有欲望就有缺点 有缺点的人才容易掌控 顾启发 我看你怎么掏出我的手掌心 来 董事长 刚熬到八宝粥 快喝 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你说这红盖头找不回来 我这心里面总也不踏实 这古玉瑶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就在这红盖头里 你说 董事长 董事长 古玉瑶都已经死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其他的人知道那个秘密了 你就放心吧 没必要自己为难自己 不行 我非要找回这顶红盖头 这顾氏集团是我的 也是我儿子顾水清的 我不能让他被别人夺走 顾水清 太可爱的孩子了 水清 你看看 西梅如果需要用钱 她可以直接跟我说吗 这样闷声不响地 从公司的账上转走了三十万 这幸亏我发现得早呀 这要是公开出去 这么大数额的职务侵占 那可是要吃官司 进监狱的呀 开除他也是为了他好 否则 要是公司告他职务侵占的话 那他以后的职业生涯 可就全完了 这样吧 水晶 毕竟 你和熙梅还有一层关系在 这事还是你跟他谈吧 为什么这么做 水晶 我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那些人都在我家门口写大字了 我要是再不还钱 我们一家都没法活了呀 你缺钱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你有钱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以为你有钱吗 是的 你名义上是公司的副总经理 未来的继承人以后的董事长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有什么 你家里的钱你妈管着 公司里的钱你二叔管着 你每个月都得靠信用卡才能过日子 好 好 那我现在问你要三十万 请问 顾副总经理 你拿得出来吗 邓西梅 原来我在你眼里 我这个故事集团的继承人什么都不是 我顾水星在你眼里就是一个 只能跟你谈情说爱的公子哥是吗 我并没有这么说水晶 是啊 或许你跟我在一起 看上的只不过是我的家事 和美酒 水晶 水晶 没什么 海子 你要什么口味啊 鲜的 好 你那是加糖的 还是放辣的呀 我没带现金 刷卡行吗 没想到你做豆花挺好吃的 你这大少爷 平时西餐牛排吃惯了 偶尔吃吃我这街边小吃 味道当然好了 对了 你这什么招呼都不大厉害我们家 我妈也不在了 也没有人掐着我俩脖子 比我们结婚了 这儿才属于我的地盘 再说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了 在你们家 浑身不自在 我打算跟我妈过完头七 就回五城去 听说你跟西梅和好了 怎么不高兴了 你们吵架了 我就是觉得 西梅已经不是以前的西梅了 西梅已经不是以前的西梅了 西梅是个好女孩 应该好好珍惜 听说也不早了 我准备收摊了 我帮你收 那可委屈你了 去吧 白秀 过些日子 你就能离开这里了 坚持住 你一定能想 给你去 attic 喂 赵铁 我是水清 借我三十万吧 我知道你工资赚钱了 帮我个忙 改天再给你解释 好 那我现在就要 尽快 好 董事长 这是本级部的 这是本级部的财务报表 请您多谋 还有吗 还有 没有了吗 董事长 是我挪抖公司的三十万 替我爸妈还债 但您相信我 我不是有要拿钱的 我实在是有急事啊 董事长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邓夕梅 你好大的胆子 青屯公款 骨凯账目 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我给你机会 那故事集团的荣誉怎么办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以后 我就只听您的 这是什么 这是顾总 近年来经手的账目 我爸可能存在问题的子公司 全都标记了出来 西美啊 你以后做事 可不能那么冲动了 起来吧 酒店用品 对 我听说二审家的几个亲戚 都转行做了酒店用品的 线下供应商 其中麒麟是卯商行 还有很多社商行为 麒麟是貌商行 她的违法行为有证据吗 从账面上来说 没有什么漏洞 不过 她旗下的好多子公司 都与二审的这一脉有关 所以很难查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会查到的 西美啊 你轻吞三十万 这可不是小事啊 但是这次我可以给你做个授权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西美啊 我知道你家里有些困难 这样吧 我先借给你两百万 还债 你呢 可要在公司好好的工作 这钱呢 就慢慢地还吧 现在董事长 行了 西美啊 你可不要功夫我呀 好了 去吧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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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对酒店的印出账款 有点看法 你的意思是说 顾总经理有财务问题 我说董事长 为什么选我来做 顾市集团的财务总监呢 果然这个位置就是个火山口啊 醒醒吧 东西美 你还是自保要紧 好 喂 水清 别问了 你把这三十万 打到公司账上 这事就过去了 不错 照这个执行就可以了 好的 顾总 那我先回去了 嗯 董事长 嫂子 西凡啊 我找你有事呢 正好 我有事想跟您谈谈 是吗 嗯 那咱们到外面说吧 嗯 行 我早到我找到他 他 про他 ятно 有事想做 你们还要紧 折�� 所有人赵务 谁回家 你把我見面那么个夹 发现她竟然偷偷地挪用了公司的三十万 转到了她自家的亲戚账上 这件事您恐怕还不知道吧 西梅也不适合继续在集团留任了 必须开除她 这事呢 其实也是为她留了条活路 与公与私 这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找你也正是说这事呢 邓西梅做的确实是不对 应该受到处罚 你是总经理 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这工资呢该扣的扣 及该降的降 不过我听说这三十万 水清已经还上了 是 这不知 你怎么就很想要 他从此前的情形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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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就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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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芳啊 要我看 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除了邓西梅 公司的账目 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据我所知 麒麟日贸商行就有问题 我看呀 你还是好好地查查吧 我这几天查一下公司的账 我发现 你二叔他利用公司财务流程上的漏洞 在外面注册一家承接公司 他这些年 已经截留了不少资金了 公司的事在公司说不够 下了班还要说 你烦不烦 沈青 从现在开始 你就应该掌握自己公司的核心部门了 你这话怎么越来越像我妈了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看过公司近五年来的账吗 你二叔都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小金库了 我是故事集团的正统血脉 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好 谁也抢了我的产业 OK 这么迷惊 妈 我什么时候才能全面接管公司 按照顾驾的规矩 等你结了婚 生了孩子 不过呢 也得董事会能够通过 现在啊 是你二叔在全面掌管集团的工作 要想通过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啊 水晴 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集团的事情 可要多长点心啊 螳螂蒲蝉黄雀在后 没想到他李赞琴居然在我背后 还留了这么一手 我顾及方千算万算 居然还是少算了一步 你非把邓行为炸在我的身边 你想敲山正虎 我也不是吃素 我就不信我动不了你 好 云秘书 是我 通知集团所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明天开一个内部会议 严肃讨论最近公司里的财务问题 对 你去办吧 你怎么这样了 拉里拉塌的 没吃饭呢 来碗朵花 来 要不帮你卖豆花吧 别开玩笑了 你这大哨也能行吗 我管理公司不行 我卖豆花再不行 你太小看我了 好 我来 你每天都要来 来 严肖 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励志姐 永远那么乐观 那么坚强 我每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静松 就是瞬间能忘掉一切公司烦心事 是吗 等你下次公寓不够的时候 来我这开个外挂 我给你打个机械 过几天 你就吃不到我做的豆花了 为什么呀 我要回五城了 这么急 待在二泉是不挺好的吗 这里的房租太贵了 好了 你该回家了 要开打了 要开打就好 我要开玩 要开玩 你还要打开玩 你会打开玩 那你做什么 打开玩 你会给人家的头 要听我叫好 你最喜欢的 啦 让我基本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什么事 你二叔到处在公司 散步我拿走那三十万的事 现在一段上上下下流言蜚语 我很被动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不管管 我怎么管 或是你闯的 三十万我替你还上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叫去吗 他们敢在背后议论 那说明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 我全都明白 你现在最气愤的就是 集团里的所有人 没有把你这个未来的老板娘 放在眼里 邓夕美 你现在的权利欲很大 顾水晶 你居然这样想我 我可是为了你在拼命工作 我为了你在争权夺利啊 西梅 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整天跟我谈论公司里的二与我诈 我很累 我爱的是以前那个温柔善良的东西 还是不是现在这个野心家 回去吧 你每天下班都去帮雷修卖豆花了是吗 你跟踪我 只是想知道你每天下班去哪了 为什么总是不接我电话 西梅 你知道你变成什么样了吗 我不认识你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了 顾水晶 你是未来公司的继承人 你怎么就不能对工作认真一点成熟一点呢 又来了又来了 西梅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们分手吧 你要跟我分手 顾水晶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我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治不同到不好 可能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顾水晶 我们相处了四年 听过婚 分过手 我为你生一回死一回 我好不容易熬到现在 你却来跟我说 我们俊不同到不好 我不合适是吧 是 也许不在一起工作 我还意识不到我们不合适 可能我们彼此都不是 对方向邀那个人 好 这是你第二次跟我说分手了顾水晶 对不起 晓美 行 分手 我疼了 你什么给我记住 你不会再有机会伤害到我 走 孤雄 救我 救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赞晴 你见死不救 会遭报应的 你这辈子的荣华富贵 就葬送在红盖头上 迟早有天 会真相大白的 不是我 不是我 别来找我 就算我对不起古玉瑶 我也是为了顾家的产业呀 丁芳啊 你要是知道我的苦心 你就保佑水清 能够顺利地继承你的家业 也让我能过几天 安宁的日子吧 你以为 古玉瑶的死没人知道吗 我们可以合作 快走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说开 放开我 放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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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花 好吃的豆花 秀秀的豆花 快来买呀 走 跟我走 水清 你带我去哪儿啊 别问了 跟我走吧 王哥 你帮我看一下摊子 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你快点啊 回头寄来美股圈包了 谢谢啊 一眼没定啊 没见过这样的姑娘 有这么有情的朋友 还在这里卖豆花 没见过这样的姑娘 你不是说生意不好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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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酒店呢 想推出一些新的小吃品种 我想来想去啊 这一代就属女做的豆花最好吃 以后你就在我们酒店后厨做豆花吧 故事酒店客流量大 现在又是旅游高峰季 除了给你的基本工资以外 我还会按照你卖豆花的数量 给你做个绩效奖励 我这豆花一碗才几块钱 能进这么高档的酒店吗 有我在你怕什么呢 我都想好了 你这豆花就叫秀豆花 秀豆花 这名字真好 那当然了我想了很久呢 我决定了 以后呢就把这秀豆花 放到早餐和夜宵菜谱里的第一夜 作为酒店的特别推出 怎么样 太好了 那还傻站着干什么呀 走啊收拾东西去 走 你放开我 周莱秀怀孕了 把她给我撵走 走 你怎么了 周莱秀是RH音信学人 这么多年 我一直默默守着 那个不告人的秘密 你到底就要让这顾家的产衣 断送在这红盖头上吗 莱秀的绅士之谜 就是谷一瑶生前所说的 顾家的惊天大秘密 难道我邓夕梅会输给你们做来秀 调侮承认了四个月前的那个晚上 强暴了来秀 什么 他撒谎 我为你放弃了一切 你居然这样对我 从明天起 你就回集团上班 你的职务还是副总经理 职子祈祷输出的头上 你们先议着 我冲回店去 当不当得上下一届董事长 是我顾水晶自己的事 这一切都是我尽心设计好的 你 难道叫高尚吗 唯一的选择 只有离开 没事吧 没事 周星贵不能生育 难不成 真是你大哥的 如果水晶不是我大哥的 顾世积座安 都将是我顾其方的天下 这一年多来 都是因为这个红盖头 现在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 我要宣布一个伤风败俗 悖逆人伦的惊天秘密 顾其方作为故事集团的总经理 利用集团资金 为自己开设公司的行为 以及 邓西梅 私自转走故事集团30万元 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 以涉嫌职务侵占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71条 公司 企业 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 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一块家传的红盖头 将故事家族推向了风口浪尖 李赞琴和顾其方两人 看似平静的关系下 早已是暗流涌动 被李赞琴拿住了把柄的顾其方 夹紧了对红盖头里 那个秘密的调查 此刻 越来越多的迹象和过往的片段 让顾其方心里 逐渐拼凑出了那个秘密 顾其方认定 莱秀和水星两人 根本就不移在一起 这个秘密 长在了顾其方的心里 他按兵不动 寻找时机 如今 经历了种种波折和考验的水星 莱秀两人 已经对彼此心生爱慕 那么 他们的情感之路 真的能如愿吗 这个大家族 连同那个红盖头 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请您继续收看秀豆花